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屏东市梁洪志诊所 我是梁洪志医师 那我13年来获得糖尿病的品质奖 健保署颁了我13年的奖 那我照顾蛮多病人的 那我的经验上发现 病人只要在照顾自己 就是自己知道是糖尿病 那在照顾自己的时候 遵循着ABC的原则 遵循着所谓三高就是我们的血糖 要糖化血色素是A 叫A1C要小于7 最好是小于6.5以下 那B是指血压 血压是指要小于130 80以下 或是至少也要到90 140 90以下 然后C是指胆固醇 至少低密度胆固醇要小于100 或是70以下 这三个ABC同时达标 就可以把自己的糖尿病照顾得好 也就会减少后来的慢性病 包括洗肾 包括眼睛下掉 包括脚锯掉洗 或者是心脏病中风 这些整个的危险因子 都会减少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搭标 我想很简单的 当你就诊的时候 你就提出这个议题 请教你的医师 问他说我要如何达到这ABC 我要达到怎样的一个指标 然后要怎么做 要怎么去调整 那当然有三分之一是靠药物 三分之一靠饮食 三分之一靠运动 那这三个整合照顾起来 就可以把自己的目标达标 那让自己的健康更好 那我本身是在屏通 我大概开业22年 那整个糖尿病的照顾来说 我们基层的照顾相当的品质的很好 那全国糖化血色素小于7的 全国在30% 但是我们基层可以到达50几% 我自己诊所大概将近6-70% 那也欢迎大家有空 可以来到我们诊所来 谢谢大家